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今天帶大家看有什麼可愛的迷你動物 第一個看到的有沒有很令你們訝異呢 這是一條蛇 這樣小的蛇在手指頭可以做一個殘老 可是狂人還是覺得有一點可怕 好,我們來看第二個迷你動物 第二個猴子 這個品種的猴子本身就比較小隻 長大也不會特別大隻 你們看到他在吃這個葡萄 然後呢如果用一串香蕉來比喻的話 他比一串香蕉都還要小 每一隻猴子都很可愛 每一隻都在吃葡萄 我們時常在野外也有很多野生猴子 猴子是一個相當調皮的動物 這樣的小動物在家裡養 恐怕還是會給你遭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迷你烏龜 在畫面中你們可以看到這個主人在訓練這隻小烏龜 訓練他什麼呢 當然是游泳 現在按上游 游完之後把他丟到這個所謂的養殖缸裡面 好在這個缸裡面他還是在很努力的訓練 不過這個烏龜啊似乎是很害怕 偶業趴不上來因為第一次嘗試游泳 難免會有一個害怕的心情 哇都快翻過來了 後來呢主人就先把他 抓出來再給他好好的訓練 這樣以後他就不會這麼怕水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迷你狗狗 這隻狗狗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他是吉娃娃 吉娃娃這個品種啊在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但是他可以稱之是最小的迷你寵物 吉娃娃這種寵物在所有品種的智商排行裡面 是稍微比較偏低的 但對於很多愛狗人士來說 寵物的智商其實也不是這麼重要 好接下來這個是狂人最喜歡的了 這個小馬好可愛啊 你看看他跟那種大型的獵犬大小來說是差不多的 有沒有很可愛呢 同時這種小馬在國外也有不同的品種 據說這種小馬在全球 只有大約2000隻左右 也是很罕見 不過你拿來在家裡養是不是很可愛呢 那我狂了好想要一隻馬喔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迷你老鼠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這個主人的老鼠你看看 跟大拇指的指頭差不多大 還可以從這個口袋 咻一下跑到手上 這是一隻飛鼠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世界上最小的小鳥有多小呢 這個就有點誇張啦真的是好小一隻 不過這麼小的小鳥在飛行中 似乎還是沒有阻礙的 喔一下子咻一下就不見了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世界上最小的河馬又有多小呢 你在幹嘛你怎麼這麼可愛呢 哇這個河馬一直在這個動物園裡面都是很大一隻的 有時候會為這個錢在水裡 有時候會浮出水面 但是這麼小的河馬你看過嗎 河馬的媽媽在旁邊陪著孩子一起玩耍 接下來這個小河馬呢 在河裡面學著游泳 看完今天的影片你最喜歡哪些迷你動物呢 是不是跟狂人一樣喜歡迷你馬呢 好本期影片也準備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期見囉 我是狂人 大家拜拜 拜拜